推荐经典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Gail Game藏经阁 我是考古UpJohn 2007年片子社推出了 蒸汽朋克背景的文字AVG 赫言的印加诺克 故事讲的是 在一个因为原因不明的灾难而被扭曲 遍地都是人类变成的 异形都市印加诺克 我们拥有着现象术士能力的男主纪 奔走在都市底层的平民区 给这些挣扎求存的变异人们治疗疾病 还经常不收取费用 被称为怪人 然后他遇到了流落在街头 怎么看都是上层贵族少女的奇亚 和影之巨人刚之人形 在面对着一大堆陌生词条的背景设定里 奇械是什么 这个变异到近乎诡异的都市遗忘的真相是什么 整个故事随着我们男主的视角 一步步推进展开 首先本作蒸汽朋克的世界观 天生肯定能吸引一票拥顿 近年来这个题材在主流游戏界可是大火特火 但作为一个gill 我们天生不具备主流游戏 华丽的界面和各种场景搭建 所以本作的蒸汽朋克设定 主要就体现在了人物例会和量大到要爆炸的各种设定概念上 前者给你直观感受 后者就是让你自动脑补 让画面无法呈现的内容在你脑子里打上无数的布丁 共同构建起一个真实可信的世界观 这个做法当然毫无问题几乎是gill的必选之路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 你传递给玩家的方式效率如何 结果怎样 当我们看到游戏中几乎没有一个正常人的利会 要么是重足化 要么是受人化 这种在压抑氛围下加重扭曲畸形的利会印象感 让玩家的好奇心是非常旺盛的 我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变成这样 这时候你的解释方式和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让玩家兴趣向然 步步深入抽丝剥茧 最终一窥究竟 这是妙手 平铺直续 但能让玩家完全清楚的理解 你想表达的内容 这是本手 一堆故弄玄虚 故作神秘 卖弄技巧 最后玩家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这是俗手 很不幸的是 我完全对不上剧本制作人 英锦光的电波 电波这个东西 对上了喜不自生 对不上苦不堪言 我一直秉持的观点是 你写的剧本也好 小说也罢 必须具备可读性 尤其你是个故事驱动型游戏 英锦大妈的文法 各种倒置技巧思绪飞扬 类似于散文师的表达方式 晦涩难懂这个并不致命 有时候这套玩得好 开始读得吃力 但到了最后豁然开朗 这种先亿后扬的加分效果 是非常显著的 问题在于 如果一直一头雾水 从头蒙逼到斜尾 是作者的表达方式有问题 还是玩家智商需要充值 必有一个成立 在这里我要探讨下 可读性这个东西 清纯阿普年轻时候 是个文青 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要当文青 废话 长得不帅又没钱 没点特长 怎么吸引女主 我又没有主角光环 因为当时家里只有书多 所以看了很多文艺方面的书籍以后 经常去投稿参赛 中学时候就喜欢写点什么意识流 类型的文章 对散文这些东西 那是驾轻就熟 但对上电波这事就很难了 那时候感觉真是知音难遇 最后只有斑花 为我的文章迷得五迷三道的 斑花品学兼优 而本青春阿普当时除了语文好 其余都很烂 在重点中学 好声插声 基本属于汉贼不两立 却就因为写文章这个事儿 我跟斑花女主各自上了大学 互相写了好多信 感情纠缠了几十年 现在你知道文情的好处了吧 怎么跑题了 拉回来拉回来 后来很多年后 我搬家时候翻出了 以前自己写的那些东西 感觉都他妈什么玩意儿 各种搬弄技巧 只顾自己开心 却忘记了读的人的感受 很多好文都是大拙实巧 平淡是真 无声无息的就把想要传达的信息 烙印在你心里 比如我多次推荐的 严谨俊二的情书 同样是氛围作 同样开始都是一堆碎片 到了最后拼成一块完整拼图时候的那种满足感 冲击感让我回味几十年 但本作一直的最后 因为可读性太差 信息传导率过低 只剩下骨梗在喉 一言难尽 综上所述 课言的应加诺克 我给65分 一个设定世界观非常庞大 但是太挑人的作品 推荐给对得上 英景光文笔电波 和喜欢蒸汽朋克风格的朋友们 玩家操作的核心 是一个叫做新生系统的东西 个人觉得并不算出彩 英景光的这个做法 就是让每个角色的角度 都是一个摄像头 拼凑成一个宏大的背景和故事 但可能因为它是个女性的缘故 战斗方面的描写 我就不吐槽了 玩过的都懂 也正因为它的性别缘故 我们的男主代入感方面做得极差 感情戏相当初误 福利可以忽略不计 别说开后宫了 本来因为设定缘故 人寿不分 正常妹子就不多 好容易看上去有点正常 性感的妹子萨冷 还以为很快有一段香艳剧情 结果告诉我 她是个变性人 英景大妈做个人吧 文青up都快被你玩坏了 往期本频道所有视频评分统计表 在我的动态置顶里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